女孩因为贴宣传单被两个保安追逐 好不容易躲到豪车后面逃过一劫 也就在此时一个男人走来 她一脸的茫然 女孩还想再说什么 刚才的两名保安已经折返回来 她撒开腿就跑 保安见到男人后就停住了脚步 再也不敢上前 因为男人正是他们的少东家 安妮不愿公园被改造成商业区 到处贴小广告 宣扬罪魁破手谢顿集团的恶行 但她怎么也想不到 帮助她脱困的男人 正是谢顿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不久后杰克追上了她 谎称自己刚才因为拦住保安失去了工作 现在已经无处可去 安妮因为内疚请她上了车 杰克看着眼前的大巴有些迟疑 她第一次看见这种车 车窗打开 两人已然来到了公园 安妮拿出招聘广告 说她可以在这里工作 自己可以向老板说些好话 但身为顶级富二代的杰克怎么会答应 她之所以跟过来只是觉得女孩很有意思 随便找了个借口便拒绝了她 出乎安妮意料的是 杰克做饭的手法异常娴熟 于是她就被安妮留了下来 整整忙碌了一天 杰克半途下车 谎称自己的家就在附近 晚上才乘坐低市回到真正的家 第二天清晨 安妮上班迟到了 本来以为工作这边会出乱子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杰克进来了这里 安妮问出了所有人都很疑惑的问题 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工作 原来昨晚她回到家 父亲见她整日不务正夜 在集团给她安排一份工作 可杰克对房地产开发根本没有兴趣 反倒是喜欢滑雪做饭修车 无奈的父亲提出条件 只要杰克能在七天内找到工作 就可以不用去集团上班 所以也就有了顶级富二代餐车打工的荧幕 但这些安妮并不知情 还以为是自己昨天的提议成功吗 两人佩服默契 很快就完成了中午忙碌的工作 安妮接下来准备去收集 保住公园请愿书的签名 杰克主动提出帮忙 凭借吸引人的帅气外貌 是她的一位追求者出现 面对询问 她谎称自己在为集团做事 安妮慢慢靠近 杰克看到她后匆匆支开了女人 他们行走在公园的小路上 一个悲文吸引了她的注意 是谢顿创始人 也就是杰克的外公客下的 安妮在一旁说道 如今的集团已经脱离了初衷 他们不再做慈善救济他人 而是为了谋取利益压榨于人 杰克听到这些后陷入了沉思 隔天他又来了这里上班 手眼通天的父亲查到了这里 更是知道安妮所做的一切 安妮毫不示弱地回击 好儿子这时出言说道 如果您不是要买什么 我建议你继续继续 我们有很多股东西的客人